其实TAPAS的语法不要想象它是一门语言非常复杂 它有很大一部分的 是我们Linux下面文件路径是很像的 比如说这样一个斜线 这个斜线在我们Linux下面表示的是什么呀 根目路对不对 那么在TAPAS里面表示从根接点开始选取 点号在我们的这样一个Linux下面表示当前路径对不对 那么在TAPAS里面表示选择当前接点 点点表示选择负级接点 是不是很像呀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拿刚刚的这样一个内涵社区的伟例 我们知道在这里面呢 如果我们写个斜杠 我们刚刚说它是从根接点开始选取对不对 那根接点是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HTML啊 我们写个斜杠 大家可以看到右边 一个result1 一个1是什么意思呢 就表示有一个结果 表示下面有一个根接点 那我们再写上HTML 我们看一下效果是什么样子 注意到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黄色高亮呀 而且这个HTML本身多了一个class 对不对 XHHIT的效果就是这个黄色高亮 这是XPAS的工具提供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呢 如果说我们还想取到head标签 我们可以接着往后写 head 大家可以看到 head标签是不是多了一个class呀 之前的HTML是不是class就没了呀 现在表示的是什么呢 选择的是head标签 然后可以接着往下写 比如说head里面有什么呢 展开看一下 有这样一个Title 对不对 我们选择一下Title看一下 这样Title是不是多了这样一个class呀 然后呢 我们展开看一下 Title里面是这些内容 对不对 当前这里result1 出来这些内容 大家需要知道的是 这个内容呢 还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文本 当前我们只是选中了Title 因为我们取到的是Title 对不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还要选中里面的文本 该怎么取呢 下面一个方法非常重要 就是Tex这个方法 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呢 后续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要从 IGCM2中提取文本 比如说提取这些段子的文本 用户的标题 用户的名字 这个数量这个文字 都需要通过这个方法来提取 那么在XBus里面呢 它有这样几个方法 是非常关键的 那几个方法呢 我们写一下 所以一共就三个方法 非常关键 就是XBus 学习重点 第一个 获取文本 我们可以使用 比如说我们要获取A下面的文本 我们A端Tex就可以取到了 对不对 刚刚说这个方法 能理解吧 这个方法 非常简单 是吧 那么在这个时候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比如说这个meta标签 看见吗 meta标签 或者说这下面有个link标签 对不对 head下面是不是有link呀 我们rnk能够选中 当前head下面的所有link 大家看一下 所有link都多了一个class XH highlight的效果 是不是 这是class class都多了这样一个效果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我们想取 这个link对应的heerf该怎么取呢 大家看到每个link是不是都有一个heerf呀 我们使用at符号来取 atheerf 能够选中当前每一个link标签的 所有的heerf属性 他可能会想我不想取heerf 我想取oel这个属性对的值 那么就atoel就好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呀 那这是我们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是获取属性 那我们就比如说 我们有个a标签 我们要去里面heerf 就a addheerf就好了 就是这个地方 那么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讲 还有个点和点点 对不对 点 我们说表示选择当前路径 我们写个点看一下 写个点还是他自己 没有任何变化 对不对 我们再写个点 还是他们选中他自己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写个点点 是不是到上一集了呀 上一集是什么呢 就是head 是不是head被选中了呀 看见没多了一个x highlight的效果 那么再点点呢 又到上一集了 对不对 到了html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下去 对吧 再去哪呢 再去这个地方的title 对不对 或者这个没有title 再去玻璃 这个地方玻璃是不是被选中的呀 就这个样子 这是点和点点效果 这样写的很少会这样写 但是这样写的也是 偶尔有些非常重要用途的 大家也需要知道 点表当前点表上一集 对吧 这是关于这个地方的用途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们前面说 一个斜线 表示从根基点开始选取 对不对 而大家在这个时候 可以发现 斜线还有另外一个用途 那连接不同的 不同的标签 对不对 标签和标签之间 进行过渡的时候 我们需要写一个斜线 看见了吗 我们要从黑的标签 去到另一个标签中间 是要写个斜线的 然后它在最开始的时候 表示从根基点开始选取 是这个样子 那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大家这个时候 可能有个疑惑 比如说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 所有的段子在哪 我们时候选择一个工具 来选择下这个段子 我们可以发现 这每个段子 是不是就在一个 逆标签里面了 这是一个段子 上面一个段子 在上面哪一块 我们后续 在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 页面上数据 都是分块来的 一块 表示是一部分数据 比如这个逆标签 这一块 当前这个段子 那上面这个逆标签 就是上面这个段子 它是分块的 那如果说我们按照之前的样子 我们从前往后写 比如说 写到最前面 这是第一个逆标签 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我们要选中当前这个段子 我们再从HTML开始写 先写HTML 再写玻璃 再写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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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写UL 这是不是非脑筋的 很多时候非常麻烦 这样写 那肯定就有种更简单的方式 能够让我们立马 一下子能够丢到这个逆标签 对不对 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杠杠的方法 杠杠 从匹配选择的当期节点 选择文档中的节点 不考虑它们的位置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在 这个XMAS最开始写杠杠 然后我们在这写个逆 它能够帮助我们选择到 整个文档中的 所有的逆标签 不考虑它们的位置 你解吗 这就是杠杠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 当前这个地方 当前页面上所的逆标签 都我们选中了 对不对 但是这依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只是 UL下面的这对逆 对不对 因为UL下面这对逆 才是真的段子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右边这对逆标签 也被黄色高亮了 这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对我们想要的逆 做一些限制 我们要什么样的URL机制 对不对 我们要的是class 我们要是ID等于determinist的URL 其他的URL我们都不要 我们知道ID在一个页面中 都是唯一的 对不对 是不是唯一的 只会有这样一个地方 ID是它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学习另外一种新的方式 也是art符号 说错了 也是art符号 但是它中间 我们需要对这个URL 做一些限定 做一些修饰 我们可以使用art符号来进行 artID 我们前面学过 比如说是 选择它ID对应的值 对不对 那么artID等于什么呢 等于determinist的 这样一个 DTAL 等于determinist的URL 这个地方大家能够理解 选择ID等于determinist的URL 就这个意思 这个地方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就把它放过来 这也是关于art符号另外一个用途 我们随着也改了art符号 art符号另外一个用途就是 帮助我们对元素和属性的进行一个定位 对元素进行定位 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UR标签 或者说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A标签 什么样的P标签 都是可以通过这方的定位的 这里我们 由于它有ID 所以我们可以用ID 往往它没有ID的时候 它有class 我们也是可以用class的 artclass.content的 这样一个DIV 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里 UR改成DIV ID改成class 然后后面这种改成content就可以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写它下面的 什么URL 或者下面的逆标签 当前这下面的逆标签都被选中了 已经看到一共有60个 因为刚刚我们翻了三页 对不对 每页20个 好像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还不够 我们还要获取下面的文本 或者这个地方的文本 我们该怎么去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文本好像是在P标签里面 我们刚刚之前也看到 确实在P标签里面 对不对 难道我们应该 我们刚刚选中的是 这个逆标签 我们要写DIV DIV A DIV HE P 是不是也很费劲呀 那这个时候可以怎么办呀 杠杠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在E后面写杠杠 这是表示什么意思呢 表示当前这个E下面的 任何一个节点开始选取 比如说我们写HE 就能选中当前这个E下面的HE 因为当前这个E下面 只会有一个HE 对不对 像HE H3 H4这种 往往只有只有一个对不对 所以我们直接立下来H1 就能选择这块H1了 大家可以看见 这边呢有20个结果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写下面P标签对不对 然后呢再写下面text 这就可以了呀 看见的吧 所以呢我们刚刚讲了 关于X8s里面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就关于杠杠符的用途 杠杠 这是在X8s开始 表示的是什么呀 表示从当前HTMR任意位置选取 对不对 中任意位置 开始选择 那么它如果放在呢 比如说一个逆标签的后面呢 比如说它是这样一个样子的杠杠逆 这表示什么意思呀 就是杠杠A吧 表示什么意思呀 表示的是 立下的任何一个A 对吧 标签 这个地方呢 稍微是关于杠杠的佛用途 不然的话 如果没有这个杠杠的话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X8s呢 会非常非常的复杂 非常非常长 我们得从前往后写 写半天对不对 然后说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所以说我们的X8s里面 一共就这样三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上中的方法可能我们在 写X8s写100个 我们可能有99个都在 重点的关注它们这三块 内容 所以它们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它们也是非常基础的 也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希望它能够掌握 X8s这块内容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后面每一天的代码里面 我们都会去用X8s 我们只要遇到提取数的地方 我们都会用X8s来提取 它会惯常我这个课程 课程的全部地方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认识来听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取到了这块内容 取到之后呢 我们现在需求又变了 我们想取什么呢 我们想取这样一个 这个地方的A标签 对应的HERF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这个逆下面A标签对应的HERF 该怎么写呀 我们刚刚是选中的这个逆标签 对不对 选中这个逆标签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取这个A标签对应的HERF 该怎么写呀 杠杠 然后呢 A R的什么呀 class等于 emage shell 是不是啊 不然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选中到 其他一些A标签 对不对 这个A标签是不是选中了呀 我们要获取HERF怎么获取啊 获取HERF对应的值怎么获取啊 是不是R的HERF 刚刚讲过了 对不对 取到对应的结果了 对不对 现在有这样的需求 我们要获取 这下面的 这个地方呢 对应的这样一个文字 该怎么取啊 就点赞的数量该怎么取啊 我们从选择工具选择了一下 我们发现呢 它是在这个地方了 对不对 那这个地方内容该怎么取呢 怎么取啊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利标签下面的呀 它也是在这样的利标签下面 对不对 也是在这个利标签下面 那我们先取到这个利标签 那该怎么写呀 是不是杠杠死半 是吧 杠杠死半 我们看一下选中的哪几个呀 是不是这几个都被选中了呀 但是我们只要取什么呀 R class 等于DIGG的这一个 对不对 然后它的text 是不是就选这么样 非常简单 那如果说 我们还想获取这个图片的地址呢 该怎么写呀 它也是在这个利标签下面 对不对 这个用户名 是用户的头像地址 我们现在选择这个利标签 然后取到这个image 该怎么取啊 它是不是也是有个class的呀 看见没 等于它 对不对 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img 对不对 然后add class 等于它 就选中了呀 add src 是不是就取到了呀 是不是也是非常简单的呀 这个内容呢 非常非常简单 而且是非常精确的内容 可能后续很多时候 我们都在写这些内容 所以下面呢 我们还需要一些更多的练习 我们比如说 先就拿百度为例 然后呢 找一个doband的例子 咱们打不开呀 咱们打不开呀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有个doband电影的排行榜 我们想要取 这个地方所有的 名字 所有电影的名字 该怎么取 比如说我们要取这一行内容 就是我们蓝色高亮的内容 还要取这一部分内容 该怎么写呀 我们来也是一样的 这每一组数据肯定也是分块的 对不对 我们要取每一块下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看一下它的块的哪个地方 这里呢 好像一个table 好像是一块内容 发现没 这是一个table 这是第二个table 对不对 是不是每个table是一个内容呀 所以我们直接取table下面的内容就好了 那比如说以第一个为例 我们选中它 我们发现它是在这个table下面的 这样一个A标签里面 对不对 A标签里面包含了有这个内容 包含有这个内容 这两个内容都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先要取到这个A标签 A标签怎么取啊 table该怎么取啊 刚刚table 怎么能刚刚table呢 table有什么class吗 有什么id吗 没有对不对 我不能保证其他地方是不是就没有table 可能别的地方 比如说这一块右边也是table呢 我们是不是选中了呀 那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该怎么办呀 怎么 怎么选中这个table 怎么写 刚刚p p跟table有什么关系啊 兄弟节点的关系 对不对 他们中间是不能从p起到table的 或者现在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从p起到table的 对不对 那可以怎么写啊 是不是其他负义集啊 杠杠DIV artclass等于什么呀 indent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只有这块黄色高亮的 对不对 然后还有这块黄色高亮的 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 再取下面DIV对不对 再取下面table对吧 是不是右边就没有了呀 只有这块黄色高亮的呀 看见了吗 那后来我们在这里不要这个DIV 直接杠杠table 是不是也只有这块被选中了呀 右边这一块是不是就没有了呀 那table选中之后呢 我们可以怎么办呀 选中刚刚所说的那个A标签对不对 那A标签怎么选呢 它在这个位置 A标签怎么选中呀 刚刚我们选中的是table A标签怎么选中 是不是杠杠DIV 什么呀 artclass等于什么呀 PL2 是不是就选中了呀 大家看到没 A标签不是有个class吗 A标签上面 A标签本身没有 在A标签上面有呀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取A 是不是就取出A到呀 取到A到呀 写中A了对不对 那取到这个A之后呢 我们要获取的是里面的 黄色 刚好黄色高亮这一块的内容 这一行内容 该怎么写呀 写text的吗 写text就是不行呀 为什么不行呢 因为它只会获取A下面包含的内容 而这个span下面包含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取不到的对不对 是不是取不到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只是一个写杠 一个写杠就是获取它下面的内容呀 我们还要获取span下面的内容 该怎么写呀 再加上写杠是不是就好了呀 A下面的所有的文本 我们要这样写 对不对 大家看到 请你的名字呼唤我 这块内容 这个电影好像是一个同性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也非常重要 我们放到这里一方来 这两个区别 所以这个是获取A下的文本 这是获取A下的所有标签的文本 比如说A下面有span 它仍然能够选中对不对 这两个区别大家可以理解出来吗 这两个区别 能理解吧 那这是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相当于获取到这个名字 那么比如说我们要 还要获取什么呢 我们想要获取下一个图片的地址 我们该怎么办呀 插画是该怎么写 我们刚刚选了这个table对不对 我们要取到这个img该怎么写呀 img该怎么写 怎么写呀 怎么写呀 杠杠A 然后呢 art class等于什么呀 nbg对不对 大家千万不要被它提供那个属性给混淆了 它xighighlight这个效果是没有的 它不是它的属性 那只是一个高量效果 nbg 这是我们xpass提供的 原源分布的字幕车里面是没有这样一个nb xighighlight这个值的 对吧 然后呢 再怎么写呀 img对不对 是不是选了img的呀 然后再怎么写 或许src呀 是不是atsrc呀 取到了所有的图片的地址了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还想获取这个评价人数 评价人数 怎么写呀 它是不是仍然在这个table下面 因为每个table 表示这一块的内容 对不对 现在肯定是在table下面的 我们要获取这个人数该怎么取呀 获取这个评价人数怎么取呀 是不是刚刚span就好了呀 然后呢 artclass等于什么呀 等于pl是不是 然后就取到了 对不对 然后下面的text 简单吗 是不是并不是特别难 可能大家目前用的时候呢 并不是特别熟练 对不对 所以会有这样一个印象 觉得有点难好像 但是其实并不是 也只是大家不熟练哈 百度打开了半天也没有打开 我们来搜一下python 看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在这个百度里面呢 我们也来练习一下 我们想要获取 百度里面搜索结果 里面的每一个内容的 每个搜索结果它的URL地址 比如当前这是百度的一个搜索结果 是python的官网 对不对 它的URL地址肯定是在 当我们点的这个内容 或者点这个内容的时候 它都能跳软 肯定是个URL地址 对不对 我们把鼠标放到上面 在左下讲这个K字的也是 对吧 那我们要通过Xbox 来取这个内容 要怎么取啊 是不是首先也是 让你得去看一下 它属于哪一块啊 比如说当前我们来看一下 当前这个地方呢 好像是这个DIV 它是一块对不对 那前面好像还有这个DIV 这里还有个DIV 为什么没有显示呢 因为这是个广告 广告被我的这个插件 给它屏蔽掉了 所以它没有显示 所以它也是在DIV里面 我们停用一下哈 刷新一下 对吧 这有广告看见了吗 这是百度页面的广告 没看到这每个DIV 是不是就一块啊 这个DIV是这一块对不对 那下面这个DIV呢 这个DIV是这一块 把它整理起来 这个DIV是不是就这一块啊 这个DIV是这一块 所以每个DIV是一块对不对 那比如说我们要获取 这每个DIV该怎么去啊 怎么写啊 这个获取每个DIV该怎么写啊 杠杠 DIV 然后呢 add class 等于什么呀 等于什么呀 content left 对不对 这就不是ID了哈 不是class了 是ID 对不对 content left 它上面是不是有content这样一个字段呀 content left 这个字段哈 那取到content left 都取到了对不对 它下面DIV是不是就是了呀 选择所有DIV之后呢 比如我们要获取一下这个DIV 这每一个DIV对哪个URL地址 它是在哪的呢 我们简进去看一下 当前这个DIV 或者这个DIV 我们看到里面包含的内容 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 地址呢在它下面那个link里面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DIV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这个DIV好像就不是对吧 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DIV好像不是对不对 它是在H3下面 对吧 我们刚刚选错了哈 这个DIV呢 它也是在这个H3下面 看见到吗 这个DIV H3A下面的对应的URL地址 是不是就是呀 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办呀 取到hearth怎么取啊 怎么写 这里没有多少集啊 对不对 我们直接写完事了嘛 对不对 H3A标签 阿拉克尔夫 不就取到了吗 这地方很难吗 不是比刚刚更简单吗 对不对 这是这个地方 但只是看到这个东西有些乱 有乱的糟的 很复杂对不对 那其实呢 之前Snow和之前一样 没有什么东西啊 只不过这个Data Click 它好像是一个这样的一个 展开的样子 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它仍然是个字符串 有引号引起来的 那知道这个内容之后呢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个内容 这个地方 这里面翻页的页码数 对不对 我们要获取 当前 这下面的所有的A标签的地址 比如获取这个A标签 从第二页开始 一直到最后面的所有的A标签的地址 怎么写呀 怎么写呀 这个所谓A标签的地址怎么写呀 杠杠DIV 然后呢 artID等于什么呀 配记对不对 然后呢 杠A对不对 就在下面A全部选中了 然后呢 artHealth对不对 是不是就选中最后一个了呀 就选中全部了啦 对不对 怎么选中之后呢 大家想象这样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要全部了 我们就要下一页 这个按钮对应到A标签的地址 那怎么写呀 杠杠A art class 等于N就可以了 对不对 然后呢 artHealth 是不是选中下一页了呀 这对应到URL地址了呀 那除了这种方式来获取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获取 这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可以根据它 下一页 的text文本本身 对这个A标签进行修饰 根据A标签的文本 对A标签进行修饰 也是一样的方法 我们取文本 是不是用text的呀 A方法 text等于什么呢 下一页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取到下一页这个按钮了呀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到 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文本 对它自己进行定位 这个地方呢 也非常有用 我们可以放到这个地方来 获取文本这个地方来 因为后续呢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获取下一页 下一页按钮呢 对于下一页三个字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Xbus 通过这种方式 能够立马对付到这个A标签 这是选择文本为下一页三个字的A标签 这地方能理解吧 然后呢获取到之后来 RTHERV对吧 那很多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其实在旁边中我们要获取的指数费 就是URL地址呀文本呀 这些内容对不对 文本我们用text的 URL地址我们用HERV 或者SRC对不对 非常容易就取到了 整来整去呢 其实就是这些内容 杠杠 RT符号 以及获取文本这三块内容 那三块内容掌握之后呢 我们相当于已经掌握了Xbus的精髓了 那么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